代主任通过报纸和电报 甚至是逼迫前之江写情报这三件事 取得了彩云等人的信任 如果按照这个情况发展下去 这次特事会议一定会给地下组织 造成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 代主任这边 他正在想着用什么办法 将前之江的身份逼出来 本来他猜测前之江一定不会写那份情报 那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将前之江给逮捕了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前之江答应的很爽快 就连他安排在门外准备行动的特务都成了摆设 就在这时 黄毅彪进来给代主任送了一封信 这是唐依娜写给他父亲唐司令的 只不过这封信被招待所的所长给截了下来 请转告我父亲 我被南京代主任隔离了 请父亲设法救我出去 唐依娜 这个唐依娜怎么也冒出来了 现在唐依娜也在想办法走出七号楼 黄毅彪有些糊涂了 难道他也有共党的嫌疑 物极必反 越是孤独 就越说明我们快接近谜底了 代主任倒是不着急 虽然他将嫌疑的重点是放在了钱之江身上 可他还是老样子 在没有确定毒蛇身份之前 任何人都还是他的怀疑对象 即使是刘司令也不能排除 另一边 因为今天早上钱之江当着众人的面杀了那个叛徒 求莉莉当场就被吓得精神崩溃了 晚上 代主任特意为七号楼内所有人准备了一场酒会 包括监视者和被监视的人 钱之江太明白了这可能是他这一生中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了 现在特使会议还没有召开 这个代主任还能有时间和他玩约定的猫术游戏 可如果会议一旦结束了 不论代主任的计划是否成功 他都不会再有耐心继续与自己玩下去 他肯定会当机立断的将自己除掉 其实这一点汪洋和唐依娜也看出来了 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最后的晚餐 也不是每个人都是最后 也许你唐娇姐就不是 你这是非要逼我们中间一个人做油蛋 要求我 你真好 我才发现 不过还不晚 不晚 不晚 肯定是不晚 代主任啊 你还离开了 谁说你不好了 不好能给我们这么多好吃好喝的 免得到阴曹地府 一时半会儿没饭吃饿肚子 这人做不成了 也不能做饿死鬼是不是 虽然代主任信誓旦旦地说 明天监视结束后就会放他们离开 可代主任真的会那样做吗 如果明天抓捕共党的行动成功了 他们这几个人还会继续留在这里被调查 可一旦抓捕任务失败了 他们可能连留下来的必要都没有了 大幕就要落了 可遗憾的是 谢幕的是我 而不是你 像代主任和钱之江这样的聪明人 无论哪一方想要在脑里的相互国益中胜出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实我早已经知道你是什么人了 只是我无法证实 遗憾哪 造物主把你我成为了敌人 而不是同志 那我们只能是各为其主了 一直从两人见面开始 钱之江都市处于劣势是防守的一方 而代主任则是那个不断利用优势进攻的一方 可也正是因为双方的角色不同 才让钱之江能更好地看清楚 代主任的弱点 那就是太高傲 这一点可能即使代主任自知了 但也无法自行改变 而钱之江也正是因为发现了这一点 才有信心在这场脑里博弈中 与代主任打个平手或者取得些优势 代主任的意思很明确 他把钱之江留到明天的抓捕任务结束 就是为了让他亲眼看到 他的那些共产党同志被抓起来 只有这样代主任才能满足自己的意愿 才能证明在这次的脑里博弈中 他是胜利的一方 到了最后 即使没有证据证实钱之江是共党 那也没关系了 他可以直接将钱之江仇死 谁笑到最后 谁才笑得最好 全世界的黑暗 都不足以影响一支蜡烛的光辉 我不言败 因为大幕还没落下 而你过早的叫喊声里 却有可能孤独面对舞台 坐下无人喝彩 显然前之江不认同代主任的观点 他觉得代主任 现在就把自己当成那个胜利的人 还为时过早 猫鼠游戏只有玩到最后才知道 谁是猫 而谁又是老鼠 你不但不能离开 我还要你在舞台的下面坐着 为我喝彩 那好 那我拭目以待 不倒黄河 不死心 不见棺材 不落泪 这次的酒会刘司令没有来参加 不是他不想 而是他已经没有那个心思了 昨天晚上 他按照前之江给他的纸条 检查了办公室的电话 果然有人在里面放了监听器 这可不仅仅是代主任在这件事上 怀疑他这么简单 更重要的是代主任这次来的目的 刘司令不会傻到相信 他一个主任能有这么大的胆子 敢私自监听他的电话 可按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 那就更可怕了 因为这很可能是南京高层给他的受益 此时的刘司令想打电话问得明白 可又不知道该打给谁 代主任在这件事上只是个执行者 即使问他也不一定有答案 而且他也绝对不会告诉自己 左思右想后 刘司令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另一边酒会快结束了 黄一彪建议大家各自回去等待明天的结果 可这个时候代主任却拦住了大家 不急吗 再放一手无许 我早得听说 前之江和唐参谋 是我们上海首位司令部舞会的皇帝和皇后 这次机会 我也想目睹一下二位的风采 好 这个时候的前之江已经无所谓了 不过既然代主任想给这个舞会一个华丽的结局 那他当然也要送给自己一个完美的句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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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可能是昨天晚上的酒喝多了 第二天一大早汪洋就起床去厕所吐了 可前之江好像湿得很踏实 完全没有没他吵醒 前之江就这样牺牲了 事先没有一点预兆 而且只留下了两封一书 一封是写给刘司令的 内容很简单 他是服用了当年单位 发给他的那颗毒药自杀的 但他不是畏罪自杀 而是不想再受到这种无休止的调查 和在调查中所受到的侮辱了 听完前之江的两封一书 刘司令是后悔莫及 他觉着对不起前之江 因为前之江前天晚上还在为他的事情操心 而那的时候他还将前之江当成了第一嫌疑人 至江 走好吧 你是烈士 我一定要给你举行隆重的葬礼 不过很遗憾 我身为上海警卫司令部的司令 竟然连一个部下我都保护不了 我还怎么保护市民呢 司令 今天晚上会有很多葬礼 你一定都要落手 你放心 这不用你提醒 虽然前之江的死阳带主任有些被动 可他还是按照流程 仔细地检查了前之江的尸体 然后才给他老婆送去 大白兔怕罗雪会情绪失控 所以他是以孩子舅舅的名义 拍罗雪来看前之江的 小雪 不会的 一定有 他是吞了毒丸自杀的 他一定有话对我们说 对我说 没有办法再这样做 看了他的嘴 小雪 忍住你 嘴巴 小雪 把我的肩管 罗雪 再找找 按照大白兔说的意思 在前之江的身上 确实没有任何关于情报的线索 可罗雪却突然发现了一个细节 就是纳川和前之江 形影不离的佛珠不见了 接着通过前之江 留给他的那份遗书 我在我心里 我在西殿等你 我在我心里 我在我心里 罗雪猜到 前之江一定是将情报 吞到了自己的肚子里 父亲就这样 被母亲开膛破肚 在他的肚子里 果然找到了那串佛珠 每一枚珠子上 都刻下了父亲的绝笔 这是十万火急的情报 这是价值连城的情报 父亲就这样 用生命和智慧 最终把情报 传递给了组织 结果可想而知 当黄一彪带着人去开会地点的时候 他连人影都没看到 为此带主人是大发雷霆 这对于他来说 可不仅仅是一次行动的失败 更重要的是他与前之江的游戏输了 即使前之江已经死了 可待主人还是能想到 前之江对他的那种轻蔑与无视 事实证明了他是那只老鼠 而前之江是猫 王一彪 你现在的任务是 把这七号楼里的人 都干掉 最后除了唐一娜 所有的人都被灭口了 当黄一彪将事情处理完以后 带主人又交代了他一件事情 把他也干掉 谁 凡可疑者 可杀勿论 你现在就给他的家里打电话 黄一彪以拆窃听器为由 指挥刘司令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可电话里哪有什么窃听器 有的却是一枚小型炸弹 就这样刘司令也稀里糊涂的被杀了 为了在特务们的眼皮底下 默哀了三分钟 慈悔的胜利召开 使我党宁护航三地的地下组织 再次迎来了发展壮大的勃勃升级 安在天的故事讲完了 小随也是听得心惊肉跳的 他仿佛从安在天的讲述中 看到了当年的我党陛下组织是多么不容易 也看到那些为党为国的烈士们 坚韧不屈的精神 这让他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活 像阿炳他是听风筝 黄依依他是看风筝 还有我的父亲钱之江 他们是捕风筝 觉得捕风筝的屈感有些不太严谨 里面的很多细节都经不起推敲 比如说作为领导的彩云 为什么一定要在事先约点好的时间地点 召开特使会议 为什么就不能更换地点呢 到了最后毒蛇牺牲了 彩云最终还是建了一个医院 开了特使会议 但为何之前就不能想这个办法呢 还要冒着那么大的风险 去找毒蛇药情报 从而导致了飞刀的残死 飞刀的死实在是有些太不值得了 但抛开剧本来说 捕风者中演员的演技还是很厉害的 无论是柳云龙的钱之江 还是王慧荣的代主人等等其他角色 每一个角色都被树立的栩栩如生 这演技不得不说 甩现在的小鲜肉好几条街 暗算作为柳云龙 第一次指导的电视剧 能拍出这样的水平已经很难得了 暗算开辟了 抗战剧的一个特殊领域 那就是影币战线 在这之前没有专门的谍战剧 暗算可以说是 谍战剧的开山鼻祖 暗算的横空出世 也让谍战剧迎来热潮 无论是柳云龙之后的风筝 还是潜伏 悬崖 灵明之前等一众谍战神剧 无一步都是建立在暗算的基础上 刚刚提到的这几部谍战神剧 我之前都有解收过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观看一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麻烦大家帮忙评论点赞加关注 我在这里先行败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